想像不是沒好的嘛 昨晚你才發現說 它根本就不能夠體驗石油這種東西 那它又講的到處都是 這個時候怎麼辦啊 早期的澎湖人呢 大量砍伐它 把它拿來當作這個燒柴火的原料 所以這種植物在澎湖這邊 有一個台語的俗語 叫做靜狼狀 至於說什麼意思自己去Google 那到了後期 隨著這個科技的進步 時代連進 大家就發明瓦斯爐這種東西 就不需要它了嘛 所以它又改了一個名字 改成鏘狼狀 講了這麼多就是要告訴各位 好如果你在澎湖 有人說你是銀河歡的話 他是在罵你喔 不要被罵了還不知道喔 等一下第一個旅遊集點 要帶各位去看的地方 叫做重盾風力發電源區 名字聽起來好像很夢幻 很氣派很專業的感覺 但簡單講就是帶各位去跟八字的猛車做拍照 那客人就常問的問題就是說 好你嗎